我的老師在大學的時候 老師漢寶德先生最近過世 過世前一年 我們花了時間錄他的紀錄片 中間有一段 因為我最近在替他辦罪事會 中間有一段我怎麼看 我都覺得一方面是很難過 一方面是很慶幸 他說他人生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是在東海的時候 那時候他是35歲 當系主任 學校給他完全的自由 他去找什麼老師 做什麼教法 然後就是讓他在那一段時間 把這個學校的那些 他碰得到的學生教起來 他說我只有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准許學生跟老師辯論 因為我們平徒是要編論的 以前他在念成大的時候 是老師說這個錯 你就說錯 我改 我們那時候是被訓練成為是說 你必須要說你的道理 你為什麼這樣設計 然後你要去設法說服老師說你這樣設計有道理 當然學生要去說服是很難的 因為他的知識也不夠 他的很多的見識也不夠 但是我們被要求一定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是幾個學生被他抓去 做另外一種訓練是因為我們的圖畫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想不過去的地方 我們就畫一張漂亮的圖就把它混過去 就像很多文章寫不出來就用PowerPoint給他一下 兩張就過了嘛 對不對 當時我們幾個人被要求 設計講不出來就不可以畫 所以我們設計一路用講的 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你為什麼要做 做來幹嘛 那做的重點是什麼 就一路一路 那他是一個思想的methodology 那這個是他一直說 他那一段時間他非常開心 因為他知道他突破了一件台灣 很難突破的一個事情 就是學生跑去跟老師辯論 而且是有制度性的在辯論 他的另外一個他沒有做到 因為他在政府裡頭就真的就沒有辦法做到 他很遺憾他就寫了幾個書 我相信那個就是他的人生的遺憾 他的遺憾就是說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 美感救國論 他就說台灣的最大問題就是因為美感不足 所以我們在議會的時候 你要去批評一個人 你罵的那些話 你可以尖銳 但是你不能不美 那他就是如此 你變成不美的時候 就變成這個國家的品味就有問題 那當你從政治 經濟 學校 生活 都不講究美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就沒有未來 因為你看不到一條路 因為美是一種一種guidline 所以我覺得這種思辨的能力 不要因為僵化而有所問題 所以知識是一種學習力不是考試的能力 是 幸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